女性生孩子之后就不能够创业了吗?非也! 妮可不仅在生了孩子之后开始创业 创业的契机更是因为孩子 妮可从读书时期开始就对烘焙感兴趣 却因为种种的原因不曾实际地接触烘焙 孩子上学之后开始亲自烘焙面包 让孩子带到学校 没有想到却因此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你好 欢迎收看 欢迎大家收看 张海语而法 从读书时期开始就对烘焙产生兴趣 妮可在孩子上学后开始自己的烘焙面包 让孩子带到学校分享 因而得到好评让妮可产生信心 开始将烘焙经营成为自己的一门生意 在2020年10月疫情期间 因为家庭经济因素开始接触直播 直到现在一共将近两年的时间 妮可主持了超过100场的烘焙直播教学 大家好 我是佩佩 欢迎收看第九季的《山海名人访》 今天的嘉宾跟我可以说是一个同行 我们来欢迎在直播界非常受欢迎的烘焙达人 她也是一位老师 我们来欢迎妮可 妮可 你好 佩佩好 听说你在小的时候就喜欢上烘焙 是吗 小时候还没有 小时候还是喜欢烹饪 因为妈妈的关系 因为是客家人 所以她很喜欢做客家美食 就是也教导我 然后当我上了中学过后 原本我是要报名读那个商课的 哪里知道就是分配不到 分配到我做家政课 那时全部朋友在商课 只有我一个人掉去家政课 我就觉得很失望 但是当我第一次上那个家政课的时候 我深深就爱上了烘焙 真的啊 对 因为我感觉到原来做烘焙跟读商课 商课只是对着数字 算算算 读做生意的 然后烘焙不是 烘焙就是鸡蛋面粉开始 就是可以变化很多甜品出来 就让我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烘焙这样有魔力 可以变化 所以你第一次上课接触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是有难度的 你只是觉得说它是很有吸引力的 对 因为一如来 我觉得烘焙就是比较复杂化的东西 但是当我真正上过一堂家政课 给我感觉到原来是这么好玩的 你觉得这个跟你可能会烹饪 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就通常人家讲说 你可能会煮东西的 那你可能接触这个烘焙的话 比较容易 那比如说像我这样 我不会煮东西的 可能你叫我去做烘焙 我就觉得可能很难很难这样子 这个两者之间有关系的吗 烘焙跟烹饪其实有年纪性 因为我们要对筑食材 但是也是说要分量要分配 要准备功夫 其实是一样 只是烹焙需要时间 烹饪只是说准备了 然后炒 时间很快 但是烹饪不同 我们要烤一个蛋糕 需要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半 它需要更长的时间 可是如果你说那个烤需要时间 也只是放在那个烤箱里面而已 那作为那个烘焙师 那其实你觉得说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觉得你最大的一种满足感 或者你的收获是什么 或者是做这个烘焙的过程里面 它带给你一种怎么样的这种体验 做烘焙给我一个很好的体验是 我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能力 就是说我们从鸡蛋面粉开始 可以做成一个蛋糕出来 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从一个面糊变成一个蛋糕 然后再烤出来 再给我们装饰 装饰就是装饰整个蛋糕出来 那个满足感真的是很棒 那个就是考你的创意了 对 我们要怎样装饰 就是看我们自己的创造能力 对 其实很多人讲说 其实做蛋糕不容易的 但是你要做出一种 属于你 专属你的独特个性的蛋糕 其实不容易 那像做蛋糕很容易是因为 你照这道菜就可以做了吗 是这样子吗 不是 烘焙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有发挥能力 但是要创造属于自己一个风格的蛋糕 是要看我们自己的学到的那种 知识和机能去创造 OK 我说我比较喜欢这个口味的这个蛋糕 我就去研究如何去把它创造 更属于自己的那个风味 自己喜欢的那个口感 明白 所以你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 会踏入这个烘焙界的呢 其实是我说我读书时期 很喜欢去烘焙 然后过后 因为我早婚 我毕业过后做了两年工 过后我就认识了我先生 然后我就结婚了 二十岁结婚 二十一岁当妈妈 所以当我孩子还小的时候 我是把我的专注力放在家庭里面 当我孩子开始上幼儿园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是真正从事我烘焙的热情 因为我要做面包 点心 给我孩子带去幼儿园 然后孩子有一次他回来跟我讲 妈妈 你知道吗 我很开心 为什么 我把你做给我的那些面包 甜品 我分享给小朋友们吃 就是他的朋友 幼儿园的朋友们吃 他们就说 很好吃 二十岁的妈妈做的什么 就是他觉得很光荣 我妈妈会做甜品 就是他会 孩子会以妈妈为荣 就是我妈妈会做这些东西 就是孩子带给我 我觉得很开心 这是我一个推动力 我觉得我应该继续下去这样子做 过后孩子一直讲 妈妈 你可不可以做多一点 我要分享给更多小朋友一起吃 就是我觉得我喜欢分享 然后我孩子也继承了我这种分享快乐 这种精神 所以这个是真的很好吃 因为为什么 小朋友是不会说谎的 对不对 他觉得很好吃 那个就真的是很好吃了 所以因为这样的情况下 你觉得说 你就 那你怎么样踏入这个烘焙界 因为你只是分享而已嘛 分享的话 那时候你又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想要说是不是可以做生意 那时候有这个想法的吗 那时候我还没有想到要做生意 因为我还要雇我的家庭嘛 然后就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 我差不多每天都会有做甜品 每天都会在筹房间 每天 每天 那么每天做出来的甜品要怎样去消化 我就会分享左右邻居 甚至是分享 就是送给他们吃 然后他们吃得好吃了 然后他们就会问我 这么好吃的东西能不能我向你下胆 我没有试过 没关系 我们吃得很好吃 我就向你下胆 然后我就慢慢慢慢开始 就是我的生意我是没有找的 是顾客上门来找我 因为我一直有分享 他们吃得好吃就向我下冰蛋 我没有去找 我没有打广告什么都没有 人传人这样子就开始了一个事业了 对 真的 我没有打过广告什么都没有 太厉害了 全部都是朋友 亲戚朋友吃得好吃 介绍 所以做的蛋糕很好吃 你要不要 然后他们自动来找我 我没有找过生意的 这样子的情况维持了多久 很久 十多年 你的意思是说你完全没有打广告 什么都没有 就这样子人传人你 对 你做了十多年 对 我没有打过广告 你的生意量是 因为我还要顾我的 是小收入还是大收入还是真的是 玩玩的一个我们讲的零用钱 这样找零用钱的 当然是零用钱 因为我不能把我的心全程放在烘培 因为我孩子还小 我有四个孩子还要顾一个老人家 八十多岁的我家婆 所以我也是要顾家庭也要 但是当作是玩玩这样子 就是可以给我一直练习我的烘培 没有间断的 这么多每天都在做 因为你在做的东西 就是你是一个匠心 就是很忧心地在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你觉得说作为一位艺术家 这个东西每天的练习是很重要的 对 很重要 在你们的烘培 做一个烘培师 对不对 对 没有练习一定是会推步的 其实做烘培不是说我们一拿了食谱 我们第一次做一次性就成功 不可能的事情 有时候食谱会根据每个国家 因为有时候食谱是说 我们看全世界的 有时候那个国家的食谱 对我们来讲是 我们马来西亚的口味不适合我们 可能说有些很甜 很多糖 我们需要自己去研究 属于我们自己口味 属于我们自己风格的甜品 所以我就是这样子去调整 明白 所以就慢慢越来越跟上一层楼 对 真的要多练习 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开始开创自己的公司 自己的事业 继而到后面是做直播呢 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一路来就是有卖一些甜品 就是说生日蛋糕 好像有年饼 有卖年饼 然后有中秋节就卖月饼 就是聪明也是有卖点饭 也是全部人自己去找你的 对 所以他们就是人传人 我口碑好吗 我口碑好 所以他们也是很日益向我下订单 过后就慢慢慢慢我卖了 过后开始有 因为我也有分享我的作品 在我的主页 Facebook的主页 我也是开始慢慢召集到很多粉丝 去追踪我 去看我的作品 每次都会点赞给 就是也是一个推动力 过后就是开始有粉丝来找我 问我能不能开班教 做烘焙甜品 那时候我也是很没有自信 因为我没有试过 但是我有一位老同学 真的是我第一位学生 他给我很大的一个正能量 他讲我相信你 你就教我一个一对一的 好 我就赶一赶去 真的试过了第一堂课 我对自己有信心了 然后以后有学生来找我开班 上我的家 那时候我还没有水流 我就是这样子开始我的教学的路程 是你那个Facebook主页 这种概念 想把说自己的蛋糕放上去分享 是你自己的想法 还是说你的朋友给你的想法 还是孩子有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 其实我把我的作品每一次 因为我每天有做 所以我把我每次做好的 我的那个甜品 我放在Facebook 其实是我要分享我的成功的事情 纯粹就是只是分享而已 分享然后给做一个记录 让我以后我老了或者我不在了 我的子子孙孙 还可以看我的Facebook 原来我的奶奶 还可以做这么多甜品 就是我要做一个回忆 一个纪念这样子 让我的后代可以看得到我的能力 我的手艺 当你看你累积到越来越多粉丝的时候 你开始是因为你自己很喜欢 每天在做 那当你累积到一定的这个粉丝 然后你有教他们各种各样的一种 有接触的时候 那你每天还是一样坚持在做蛋糕 那你做这个蛋糕 还是为你自己还是说 它变成了一种可能是商业模式 因为要做而做 你到底是哪一种呢 我其实是一个很好奇的人 就好像有时候我们这个烘焙 也是有流行的 这个时段流行脏脏包 或者是这个流行什么蛋糕 我就会很好奇它是如何做成的 然后我就去研究去撕做 所以做了过后我就会在Facebook那边 我有分享我的作品 然后有分享食谱 这是一种生活 对 生活一个习惯 不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分享 不是 好 好 前面的时候听说是你跟你的女儿两个人 自己创立的公司 我要讲一下我的故事 就是这样子 我过后有学生来上门去我家上课 然后过后有一个公司来找我 去他的公司那边开班教课 两年过后 因为有MCO的关系 2020年MCO的关系 我们就停了 过后到最后2020年10月的时候 我先生那时候做了两次心脏手术 我做第一场直播 前一天我还在医院陪他 他刚做手术 然后第二天我就跑回家 休息 然后穿了这样的衣服 就去那个公司那边做第一场 人生第一场直播 你为什么会答应做直播 是这样子的 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公司 有一位师傅 他也是在公司里面做直播 然后他那个公司很想找一位 烘焙老师 因为有通过一个粉丝 介绍我 推荐我给这个师傅 他就来找我 我跟那个师傅讲 我很没有信心 对着一个手机做直播 自言自语这样子来做 我没有试过他讲 不用担心 这个师傅很好 他一直鼓励我 他讲 不用担心 凡事都有第一步 你敢敢踏出第一步 你不知道你自己的潜能到哪里 敢敢去试 就是他一直给我鼓励 然后我就想到 因为我先生有做两次心脏手术 他需要休息 整个家里的那个经济环境 就是我一个人抗 对 那时候家里要抗 就是逼到我真的是自己要 不敢站出来 他也要逼我站出来面对这个生活 一定要踏出第一步 所以以前你的家里的经济资助 就是你老公 对 我老公 那你做的都是只是一个零花钱 对 因为我每天那次也要钱 去买材料 对 后来因为老公的健康的问题 对 所以你就真的就是 你必须要出来工作 对 那时有MCO很多孩子还在读书 先生又生病 做了心脏手术 整个家庭的经济就是停了下来 然后我就被逼一定要出站出来 过后那个师傅真的是很用心 我做第一场直播的时候 他从早上到中午到晚上 都一直打电话给我 你看他一直给我鼓励 因为我没有做过 我跟他讲 他一直给我鼓励 然后第一场我做了 然后现在都还不敢看我第一场直播 为什么 其实我想知道 因为做直播 大家都想说是一种销售 就是你就是要做买卖 那时候你去帮他做直播的时候 你就是也是在做买卖的 还是只是教学 我其实是一边教学 然后那个公司要求我 就是稍微推广一下其他的产品 也有在做买卖的 也是有做一点 我是过后才知道 所以你是因为迫于生活的压力 所以你就觉得他要尝试 逼到你就去做了这个 就是傻傻的情况下 对吗 对 傻傻的情况下 就站在那个手机面前 站了一个小时 完全没有看镜头 这是完成的第一场直播 自己到现在都不敢看 我明白你为什么不敢看我那个直播 所以你还记得第一场直播 有到个人看吗 有几千人 好棒 其实每一场直播过后 我就会下线过后 我就会重看我的直播 第一场我不敢看 过后因为有粉丝问起 为什么我问的问题 你们没有回复 所以我就讲不应该不看 我应该看 所以过后每一场直播 我下线过后我会去看 然后反省一下自己 在这个直播里面 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 或者是有些话我不该说 或者是我有些动作我应该省掉 然后我一直在反省自己 到我下一次做直播的时候 我就会纠正自己 这次做直播 不要这样啰嗦 或者这次这样做直播 我要准确一点 讲好 怎样做 就是一直在进步 一直在学习 到今天百多场 所以你得到的回报是什么 我得到回报是有很多铁粉 一直很忠心地跟着我 就是一直很喜欢我的直播 到现在都好 我一场都有两千多人看 那你觉得你有这么多的铁粉 我想这个当中 又就是你自己本身 所展现的一个魅力 那你觉得你自己的这个优点在哪里 我是觉得是将心必心 就是说有粉丝可以花他们的 抽出他们的宝贵时间来看我的直播 我就要让他们有收获 就是看我的直播 他们会得到他们所要想学的东西 值得有收获 就是这样的意思 别人说只是看了都不知道 我这个老师到底做了什么 由头到尾都不明白我讲什么 所以我会每个直播 我会很详细地讲解 就是他们很喜欢我的教学方式 就是粉丝给我知道 就是老师 我跟对了老师 因为你讲得很详细 让我们这些新手 烘焙小白 就是很容易上手 不容易失败 明白 后来在怎么样的情况下 你成立了自己的这个直播的平台呢 我在这个公司第一间公司做直播的 我做了三个月 过后因为MCO 疫情很高 我每次去做直播 我是做晚上的 7点到9点 9点过后我收拾了 然后我回家 因为回到家里面 因为有三个网站 停一下问 我差不多要半夜一两点 所以我家人看到我很辛苦 所以我的家人讲这么辛苦 去到半夜才回来 然后又这么危险 所以我家人都鼓励我 不如我自己出来创业 那时刚好我女儿也是读大众传播 广播戏的就是说拍广告 帮我拍摄的 他也是一路来 他一直陪着我去做直播 他帮我抬东西 就是说我的助手这样子 所以我都跟我女儿讲 不如我们两个人 你帮我 我帮你 我们一起创业 一起创一个公司出来 创一个平台 就是NC Baker Studio 所以创业的时候 应该没有难度了吧 你应该都很懂 直播也做了 OK 只是把它从另外一个平台 搬到另外一个平台不了 其实我们是有难度的 因为我去公司做 是公司已经有老板 有团队 所以当我们自己做的 还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我们要学习如何真正去做直播 我女儿也是没有做过直播 她也是只是会拍摄 但是我们真正做直播 会面临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也是一边做 一边学习这样子过来 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问题 就是有时候我们做到一般 有突发时间 就是要临场表现 突然不是我预期的 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自己要一刻变通 要怎样去把那个情况改好 很突然 真的是 但是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回忆 因为有这个过程当中 都是自己亲私 每一个细节都是自己亲自参与的 虽然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有很多的一些突发状况 对 可是还是过去了吗 对 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自己做直播应该也做了一年多吧 好看 真正做直播第一场开始是2020年10月 然后我自己开公司是2021年2月 2月到2021年5月的时候 这期间其实是我没有收入的 当时我的网课还没有开次 当时我要申请公司 然后银行的那些全部就是很有问题 所以在2月到5月这期间 我是零收入还要一直付出 买器材买材料做直播 就是我还没有放弃 会害怕吗 什么事情支撑你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 你依然坚持做这件事情 而且你认为是对的事情 其实做烘焙老师是我的一个梦想 从我读书的时候 我很喜欢烘焙过后 我有一个心愿梦想 就是我以后要做烘焙老师 我要分享我的烘焙知识给学生 这是我一个梦想 所以我也是一直在支撑着 虽然是没有收入 但是我很坚持 我会比较正能量 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真的量 我是往好的一面看的 我跟我自己讲 情况会改变 只要我肯坚持 我的信念我一定会成功 我一直跟我自己这样子说服自己 所以没有收入也没有关系 我一直有这样子 每天快乐地做 对 每天就是这样子做 一个星期做两次直播 然后有做其他的视频 我们也是这样子做 我跟我孩子 我们有沟通 然后我跟她讲 我们要坚持 我们挨过了 我们一定可以达到 我做到我们要的东西 真的给我们挨过了 现在不是你一个人没有收入 你孩子也是没有收入的 我孩子也是没有收入 所以我跟我孩子沟通说 我妈妈没有薪水 你也是看得到 她也是跟我一起拼 她也知道我辛苦 所以我讲 没有关系 我们两个是没有薪水的 这样家人其他不会觉得说 你们是不是大笨蛋 做这一件好像没有结果的事情 我家人其实很支持我 自己出来创业 那什么时候开始 是那个时候你不是已经 你在做的直播只是纯粹一个 分享而已 对 是没有一个铺牌说 你可能要做什么怎样赚钱 没有这样子的 完全是没有 只是分享 天哪 对 真的 然后到我2021年5月的时候 我很 一个纪念下 我认识了两个伙伴 这两个伙伴 她的做生意的经验 比我们很丰富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合得来 我们的理念一样 我们的信念 然后我们的理想也一样 我们的目标也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很投稿 就是我们很可以合作 所以我们在2021年9月的时候 然后我们创办了这个 这个Inicor F&B S&P 就是这个公司其实是为了我们 管理我们的这个 NC Picker Studio的这个粉丝的专业 然后就是还有 我们会有生产自己的品牌的 那些产品 然后还要管理这些业务 就是说有时候品牌商 来跟我们商量要推广还是什么 就是这个公司来 去规划的 去规划 对 因为你自己是不会的 如果这两个人没有来找你 你怎么办 如果是没有这两个伙伴 可能我们的公司没有做到这么大 你就小小说 就纯粹就是老师做网课分享 没有说是产什么产品 或者以后我们会有更大的目标 没有 就是我跟我的孩子就是想 纯粹是做网课 分享 做直播 做短视频 就是给自己一个品牌这样子而已 像你的这两个伙伴没有进来的时候 你已经开始了你的网课教学了吗 还没有 刚刚好五月成立了 五月认识这两个伙伴 我六月的时候银行搞定了 然后那个交易也搞定了 我都可以开班了 六月的时候开班 本来就是有要开班的 要开班 我的目标就是要开班 开班的结果怎么样 开班的 很吓一跳 第一堂课我没有想到是来自全世界的学生 真的全世界有四百多位 我第一堂课 因为他们讲很多 我还有开班之前很多学生都讲 老师 你开班 我们一定支持你 我一定支持你 因为你是我见过的老师 是这么细心讲解 就是讲得很详细 让我们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就是可能学生会有一种感恩的心 就是那时候我没有收入 我也这样子一直分享给他们 所以他们也是这样子讲 我一定会支持你 所以我第一堂课四百多位 来自全世界的学生 恭喜你 谢谢 七月的时候更夸张 最好个人 七月的时候是一千两百多位 这个是有一个故事的 你说 因为七月的时候也是在MCO 就是疫情也是很严重的时候 我身边有很多亲朋好友 就是面临被裁员 然后失业 然后他们都很痛苦 就是有时向我哭诉还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很心疼他们 然后我就跟我的伙伴们商量 我就提出说不如我们就是把我们当月 就是去年2021年七月的网课 全部收益 收益就是我们扣除了我们基本开销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全部收益 全部拿出去捐出去做慈善 我没有想到因为这个我们做工艺 所以我在开这个网课的时候 我有讲明 我们是七月的网课 是拿来全部手艺是拿来做慈善的 也会以学生的七月网课 学生的名誉全部捐出去 所以大家就很反应很热烈 大家很热心去一起做工艺 就是我没有想到我第一堂课 四百多个人 第二堂课是一千两百多以上 我很感动到现在我也是很感动 因为我有跟他们讲 我在直播里面我讲 我们是这个这次的网课 老实是赢 大家的报名的学费 然后扣除了 然后手艺 拿去做慈善 然后我们就是说 我们以一个小奉献 小小的一个力量去回归四会 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尤其是那种弱势人群 那种弱势的群组 被人们忽略了的那些弱势群组 明白 他们很可怜 也是没有人发掘到 他们的需求没有人理解到 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的公司 我们一直有商量 我们要做这样的慈善 到现在我们也是有做慈善的 这是我们公司的其中一个 理念目标 就是我们做十一也要回归给四会 明白 这样子前后算起来 你都快达到三年的时间了 十一是真正是应该是两年 两年多了 对 就是在这个直播的行业里面 你觉得你在这个当中学习到 或者你最大的一个收获是什么 我们要学会分享 还有感恩 要付出 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 就是一定要有付出才有收获 将心比心 就是说 那未来的世界 当然也就是一个网路挂钩的 那我想知道是说 那你们公司因为加入了新的股东 那你们下来的一个规划 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有想过就是希望未来五年 我们有自己的一个三层楼的建筑 很棒 就是最上面那一层 我们是拿来做生产部 我们是要生产我们自己品牌 推出的产品 然后中间那层 我们是拿来做客室 还有做摄影棚 就是说可以开班 有客室可以开班 然后可以做直播 也可以拍摄 拍等视频那种 然后下面那层 我们最底层 我们是拿来做甜品 或者是咖啡 也可以售卖我们自己的产品 明白 那现在除了就是网路教学以外 你有自己生产属于你的 就是NICO这个品牌的产品 暂时还没有 但是我们公司去年有生产 我们推出我们自己的月饼品牌 反应一定是非常热烈的 还好 因为你有很多粉丝 还好 也很感谢粉丝们的支持 真的 很感恩 我觉得说一个人 他真心地投入 这样新的一个作品 一定会被看见 因为产品自己会说话 对不对 你给它吃进去 这个东西有没有灵魂在里面 这个很重要 对 那现在很多社交媒体 它已经转去像小红书 TikTok什么 这个也在你的规划里面吗 对啊 这个是我们公司 也是已经有商量 说以后我们在TikTok 那个Lio什么 还有那个小红书 也慢慢地这样子去移过去 就是从面书慢慢移过去 发展过去 所以你才是真正的网红小姐姐 我不是 我不是网红 我是一个分享子 好的 其实在我的人生里面 我是真的是经历过很多 高地起伏 高地起伏 对 所以面临过先生做生意失败了 然后我们搬搬了搬了很多吃 然后租人家屋子 过了到最近这几年我们生活才比较稳定 然后又面临先生有生病 就是因为这样的自己这样的人生路 人生路程能够造就我今天的Niko 因为我变得越来越坚强 我试过我的孩子一起中文针 两个躺在一眼 很严重 我一个人坐在那边 那时候我跟我自己讲 我怎样辛苦都好 我只是希望我的家人平安 然后我也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我还有很多梦想 我一定要去实现 我不要让我这辈子有遗憾 所以无论面对什么困难 我跟我自己讲 我都可以坚强地熬过 我也希望以自己的人生经历 去激励大家就是鼓励大家 就是说不要因为一些事情 轻易地放弃 就是我们如果是有梦想 有理想 我们就在勇敢地踏出第一步 勇敢地坚持去完成 去实现我们所要的那个理想和目标 本节目非常感谢 Yoming Marketing友情赞助 Yoming Marketing自1969年以来 作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最大的装表公司 企业客户包括了 Genteng Highland Zerox Messis Digi Selcom Merry Grid Hotels Inti University 等等企业 以荣获SME100大马快速发展企业奖 和JCI国际青商企业创意奖 云 MING NES MING